台北市长选战的蓝绿双方派谁出征虽然还不明朗 如今又传出了前立委沈富雄 他也有意要用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台北市长 虽然这个消息还没有获得证实 但他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 如果得要在连胜文还有柯文哲当中来做选择的话 他会难以释怀 外界裁则说这是不是因为他对目前的台北市长选情不太满意 是不是想要亲自出征呢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 如今在先波澜 传出民进党前立委沈富雄也有意角逐 气氛好到 我觉得有一点不能忍受 真的太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题目 余会的人没有不同的意见 坦白告诉大家 所以我甚至最后还问主席说 是不是杂音有杂音的人今天没有来 沈富雄去年以民间征友的身份 参加民进党华山会议 一番话似乎对民进党内的讨论过程有些意见 这次更传出将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长 同样有意角逐市长的台大医师柯文哲举双手表示欢迎 我是没什么意见 表达参选的意愿 那有时候也是让他全场看他的想法 有时候多一个声音 大家互相观摩不错 他说学长里面又是以前当过很多阶地委 应该对台北市人蛮熟 应该去拜访他一次 柯文哲表示将继续情义之旅 但沈富雄到底要不要选还没获得证实 不过有媒体报导他语代玄机表示 如果选民只能在连胜文跟柯文哲之间做抉择 自己将难以释怀 是不是对台面上两个高人气参选人都不甚满意 想要取而代之 沈先生是一位我个人算非常尊重的前辈 那他如果对台北市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是好事情 我没有意见大家都来选 大家反正公平的竞争就是这种情形 面对有号称政坛铁嘴的大佬 可能在披战袍 蓝营内部有意角逐对象都大表支持 这次台北市长竞争格外激烈 沈富雄如果真的投入战局 对蓝绿两党都将造成不小影响 有电TV蓝用森刘一轩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